我們來看2023年的紅包行情 到底此時此刻 主力打算怎麼做呢 文恩 就在主力的朋友是不是 好的 那基本上 大家還是比較喜歡做電子股 可是問題 現在真的大家覺得好煩 因為你做電子股 搞不好明天早上起床 你就結了一個悶棍 因為現在電子股有太多 如果說單純就基督線的角度 它就先突破 突破完之後 出現連續性的 所謂下殺 不管包括IP機器材 不管包括整流二級 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說大家開始把頭腦 開始運輸到 運輸類指數 現在中國大陸復陽 現在很多人復陽之後 大家所想到的第一個東西是什麼 買手機 落伍了 現奶電視 沒人要買電視 微博熱搜高達8.5倍 都是要出國旅遊 趕快出去 所以說基本上 航空的一個所謂報價 還是有機會往上做攀升 不過我個人是比較傾向 如果說我們仔細看到月線圖 應該是走箱形的一個所謂區間 等於說來到長黑K棒一半的位置 你千萬不要追 你被套出那不能怪我們 來到紅K棒這附近 或是三月的平均線 在進場做布局好了 航空類股算是簡單 可是所有的冤魂都在這裡 在哪裡 在航運類股 航運類股的景氣要怎麼看 寒風息息 冷風吹 來慶儀接下一句 鷹鷹情派請氣回 可是很多網友接什麼 路上行人 御斷魂 是這樣嗎 對啊 奇怪 你說到這樣 想說我們的股價還是不漲 什麼時候航運類股會好 取決於烏二戰爭 烏二戰爭什麼時候結束 問責 問貴 沒人知道 根本沒人知道 氣氛好像有可能 對 有可能 打了一塊一年 沒錯 然後大家本來寄望說 在整個美希的部分 會調高附加費 高達1000美元 結果沒想到國際航商 大家又開始各走各調 各吹各的喇叭 所以導致你看到航運類股 之前拉出一根長榮K棒之後 出現連續性的下沙 好 那如果說我們單純 就短線的部分 我講坦白 短線不會跟總經理一模一樣嗎 總經理連詩都練給你聽了 我們當然要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就中長線的角度 還是有一些機會 怎麼講呢 如果說你仔細觀察 2603的長榮 這要講慢一點 給大家一點信心 至少它今年預估的EPS 是高達將近有145元 那如果說我們仔細看 它的Net asset value 也就是禁止的部分 大概200多塊錢 那如果說我們看到 手中現金的部分 是高達將近有4000多億元 對 那所以說 目前本益比一倍 你要找到這樣的公司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說如果說以中長線的角度 所以列易屬息還可以再一次 基本上短線 如果要拿到 紅包財以航空為主 那如果中長線的夜水角度 基於他們目前的本益比 太低的情況之下 航運類股為主 OK 航運類股為主 我們接下來看 我們當然說要操作的話 跟著政府的方向來走 也是一個 國發會剛剛公佈 2050近零排放入境 12項的關鍵戰略執行方案 這裡面看到哪一些 最近其實包相關的再生能源 除能都有一些表現 還可以繼續操作嗎 好的 其實大家應該把 國發費的文章再稍微讀一下 因為從2023年開始 它的補助是高達將近有9000億之多 大概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以補助這些生產電能的 一個所謂廠商 不管包括風力發電 包括太陽能 包括地熱 它都有做一定的一個所謂補助 然後末期的部分才到 那個除能的一個所謂題材 那如果說我們以太陽能相關股票的話 當然首推就六四四三的元金 跟茂迪 因為他們算是這兩家公司當中 他們是唯一有賺錢的太陽能的 太陽能不能拿本益比出來比 本益比都已經 本益比都太高了 因為它EPS比較低 那如果說你仔細觀察這兩家公司 其實他們11月份的營收 都創下今年的新高 因為最主要的一個邏輯 來自於來自歐美日的 一個所謂訂單大幅增加 更重要的夜水重點來自於上游 細晶圓的報價是往下跌 所以說他們成本就相對cost down了 所以說我個人比較傾向於 太陽能的夜水部分 它又屬於相對大盤強勢 至少它是站在均線之上 而且投訊它是認養的 所以說你可以留意它的機會 可是就一般投資本說小事 可是太陽能這種股票太詭異了 而且太慢了 那如果你要快一點的話 你可能要去買除能的升威能 因為最近投信很有趣 除了生技股之外 在整個節能題材部分 包括太陽能 包括生威能都買 可是說生威能 目前本益比例高達將近 有七八十倍買不下手 那我認為投信法人長期認養的 就是一檔儲能概念股當中 1513中心電 EBS是高達將近有七塊錢 目前本益比十倍不到 所以說比較積極的投資朋友 針對2050年近零排放的話 選擇積極 就要選擇電子 所以說就以太陽能為主 如果說你比較保守的投資朋友的話 你則是可以留意1513中心電 低本益比 然後法人持續加持的題材 OK 好 謝謝這個文恩 很清楚 好 我們繼續來看 威媛帶我們一起來看 這2050年 我們剛剛說近零轉型 到底有哪一些的產業 會有一個新的商機 好 那順著剛才文恩哥講的 其實現在這個節能的一個產業 我這樣講 一命二運三風水 為什麼 一命二運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 其實在所謂的一個節能產業 我認為說它會走路到一個天時地利人和 為什麼天時地利人和 因為接下來天時 在這個未來財新人和講 未來的五年內 我想都是會 他們都認為會缺電的 然後地利的一個部分的話 目前看起來說整個一個內序 剛剛吳所長有提到 我們接下來要靠內序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那這樣的一個重點 我想剛剛文恩哥有提到 就是說 走這個所謂的電網 強固電網 然後還有所謂的一個儲能的一個部分 像強化發電 儲能跟所謂的一個用電端 另外還有一塊是包含所謂的一個電動巴士 其實我這幾天 去公司還是去露營的路上開車 都會看到路上真的有電動巴士 對 這真的有 不是畫畫 真的有 所以我亂說這是目前政府的一個 勢在必行的一個方向 所以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去看的 那儲能這一塊 那我為什麼會特別focus在儲能這一塊 因為接下來不管是風力發電 太陽能 不管用什麼樣的發電 最後儲能都是重要的一環 不然萬一電沒有辦法存下來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我們看接下來的一個 台灣的一個儲能市場 我想整個一個需求 那根據所謂的一個鹽吊機構 那目前還是很明顯是一個往上的 OK 好 所以其實相關公司也講蠻多的 那其實有些大戶也看到這些公司 到底從籌碼面來看 大戶是怎麼樣找這些公司的 好 那我們繼續再來往下看 其實相關這些公司 我提了這個大概五檔的一個公司 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想有幾檔股票 這個文哥剛才有講 比如說像森微能源 森微能源其實它的題材 就是說它這個離岸風電的一個統包工程 接下來會陸續的認列 而且重點是投信最近一直在買 近期已經買超了將近 快要五千張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從技術面上面去看 它是剛過年限反壓 所以它目前是所有的 除了那股最強的一檔 因為其實它是已經過了年限反壓 那就等它震盪整理 再做機率會比較好 那另外像這個中興電跟華城 這兩檔的一個技術面其實一樣 六線合一起漲 為什麼叫六線合一 就是五日線 十日線 月線 季線 半年線 年線 全部都是糾結向上 完全多頭排列 對 它是多頭排列格局 那我們再往下看 像這個圓境的話 剛剛文哥也有講 那我就不特別再提了 就像這個太陽能的部分 那像這個廣定的部分 那也是屬於這個 六線合一 六線合一起漲的 剛剛講到中興電跟華城也是 那廣定也是屬於六線合一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說像森微能源 森微能源就是森微集團旗下的 所以我們尋這個脈絡去找 如果說有跟森微集團合作的 我們就可以去看 也是他 對 因為廣定有跟森微集團合作 跟它旗下的復威能源 合作離岸風電 接下來會任列8到11的一個業績 而且它還有MIH MIH Project X的一個計畫 它是V2G 就是說車輪網對電網 已經在談這個合作的一個計畫當中 另外它還有一塊 因為廣定它本來是做工業電腦旗下的 所以它有做這個博弈的那個casino 也就是說它跟解封有沒有關係 也有關係 所以它是多元的一個題材 所以我們從這樣的角度上面去看的話 我們從K線圖上面去看 因為其實剛剛有看到說像森微能源 這個漲幅相對驚人 好 我們從這個脈絡去尋找 我剛才講這個紫色這條線是年線 所以它剛突破了年線 那我會建議說它等它稍微反壓下來 這邊有機會走一個N字型的一個上漲 好 我們再看 外資這一波有在做介入 然後大戶最近也開始做 這個是600張的大戶 最近的大戶也開始做介入 所以它的量能也開始出來 所以目前我認為說它是做一個震盪拉回 在做埋進 那我更看好的是這個 這個廣定的部分 我剛才講它有做這個充電墻 那是針對電動機車 已經全台都有 那另外像這個台電的儲能櫃 對 是它旗下這個台埔會公司 做這個台電儲能櫃 所以它也接到台電的一個訂單號 所以我們看剛才的紀錄線型 六線合一向上 這個是目前 其實台埔現在這種股票 真的蠻少的 真的蠻少的 這個是目前是一個六線糾結 那重點是 它是一個量縮的格局 因為其實有時候最近 如果說突然說爆量 隔天有時候都會有一些隔日衝 會把它衝下來 所以我反而會認為說 選擇最近這個量能 比較縮的一點 比較縮一點 它自己也都有爆貨量 代表什麼 這個都是進貨量 這邊進貨 這邊進貨 那進貨到盛盪盛益 所以這個像這種高點 就不用去追 等它震盪的時候 那這邊反而是做佈局 像這個外資 這段時間也是買進 那大戶的一個比例 這個其實整個模式 都跟申威南緣相當的像 所以它的重點是說 它有跟這個 申威集團做合作 所以我認為會是 接下來大家可以去留意的一些焦點 好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我們之前排名上很強的生技股 最近是回跌 到底你覺得生技股 接下來會是蓄熱 還是已經過熱了呢 好 那生技股 我覺得有一點時事造英雄 為什麼 也就是說時間點要掌握好 為什麼 其實我跟各位講 像西藥股 製藥股這些 生技很難做 對 很難做 對 建議幫觀眾講到這個 大家的心聲 因為有時候突然漲停板 隔天你很開心 我買到了 結果隔天跌停板 臉都黑了 怎麼辦 買藥都要常吃藥了 心臟跳太快了 對 可能自己都要吃藥 吃不到藥對不對 然後怎麼辦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些西藥股怎麼去看 幾個重點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比如說你要去觀察 它的大腹死股的增見 投信是不是有持續的佈局 以及融資的變化 以及這個很重要 中國製藥股 股價的表現 比如說像這個怡領藥業 怡領藥是什麼 蓮花清溫 蓮花清溫前一陣子非常紅 爆紅 怡領藥股價大漲 結果這一波 其實它已經拉回很多 台股 台股的製藥股沒什麼拉回 結果它已經大幅度拉回 那代表什麼 有沒有人走差量的可能 這個就要去注意一下 那我特別在跟各位講 其實西藥股大部分都是有賺錢的 可是要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說 因為它有賺錢 所以算得出本益比 新藥股都是算不出本益比 就是說他們 因為有夢 等藥證過 等一些疫苗通過 所以他們本益比可以拉到非常高 股價可以有時候 航行一來可以一直飆 可是像西藥股 因為他們有EPS 算得出來 他們基本上的北益 金磅 大概在20倍附近 所以呢 我們跟大家講 這是目前 這四檔制藥股 是市場上面最熱 投信代表是本土的一個內資的法人 因為外資休假 本土內資法人 融資代表市場主力大戶 對 那散戶可能會小聲怕怕 可能比較不敢買 那這個比較平常主力大戶 那大戶這個是公私派 對公私派 所以這三個當然就是都有進場 而且大戶持股越高越好 所以我們去看 這三個的持股 大戶持股比例相對是比較高的 那建亞比較低 而且建亞投信沒有買 然後融資增加的也不多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說 去觀察接下來 因為其實現在 西澳市股已經 不太具備所謂投資價值 為什麼 因為它的投資價值已經到了 它現在剩下是操作價值 也就是說你喜歡當衝的 你喜歡隔日衝的 往裡面衝 那你要去觀察 投信什麼時候退 投信退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要退 那如果說融資也有退的話 它可能這個主力也做一個退場的動作 所以這個是目前提供給投資人 觀察這些西澳股 相當重要的一個重點 OK 好 謝謝委員 供大家做參考 我們說2023希望是一個衝刺年 要衝了 所以我們大概講一個 比較刺激一點的 今年適不適合槓桿投資 馬上回來